如果说前两次的演唱会 他们更多地表现的是 细腻走心的一面 是鲜花在爱里面 慢慢蜕变的过程 那么这一次 他们将以完成态的 大女主形象出现 主打一个释放个性 死泪全场 当一个女人 摆脱了感情的束缚 和对自我的自怨自艺 他们说现在 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快乐 上回书说到 五朵金花 西拜葫芦七兄弟 只能在台下默默合唱 咽不下去和恶气的金花姐妹 飘扬过海 找来了两位救兵 更重要的是 老蛋红红霸气回归 给金花们带来了十足的底气 我先问问你们 上一次输在哪儿 《你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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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最需要爱》 《但你不在》 没听过 听说他们很嚣张 是不是 上一场 是的 他们搞的叫沙脸野 这鬼点子是汪思龙吧 是的 没错 他是总导演 你看我弄死他 好想看 感觉我们有 想看 这一期 这一期好像他们的总导是胡彦斌 他们还每次有总导演 对 我们没有吗 不会啊 我们也有讨论 我觉得我们讨论得很好 我们的方式不一样 两队的方式不同 他们自己自封的 哎 你们别着急 我去把国师张艺某请来 真的假的 要去哪里 他是这样 虽然他不是怎么比赛 是玩的 还是从这个尊严上来讲 七朵金花尊严不能扫地 必须赢下这场战役 大家纷纷拿出锦囊妙计 姐姐 你们当时的获胜法宝是 因为我跟娃娃 你看看 你看我们俩的共通点 也是 哦 齐刘海 我准备了脚发片 我的个天啊 来 也是 他这是一个赢的象征 洪姐 你要不要看一下 好的 这有点像什么儿 好两声 赢了 要赢 我要赢了 齐刘海战术貌似 只能起一个造型的作用 那第二季该怎样 我打探了一下 他们这一期是很温情的 很温情的 嗯 他们走温情路线了 走心 对 我们上次走心 像我们上次一样 就永远都跟着我们的步伐 对 就是 没办法 他那里有几个 厉害的温情 是厉害的必须 蛮厉害的 但是 温情我们都玩过了 我们是热情 对 对 对手以人 不足为据 是时候使出第三季 老大 我们这次的那个主题 叫现实快乐 我们的歌应该都是 特别 快乐的歌 我们三个 我们三个暖暖 还有一首 我跟GG唱的 苏州河 我跟新妮唱那个 黎红甜心 甜心 很快乐 我们唱的是 《要你管》 我不知道 就是 《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歌 学码他们的歌 老大 你选的是什么歌 因为我时间非常仓促 成都完了以后 又是海口 然后又来这儿了 所以我没有时间选歌 我就选了一首 我公司同事 然后以前 参加一场公司的演出的时候 我们两个合唱过 嗯 啥子 就是Semi的 《梅飞色舞》 那你会rap吗 这首歌会rap 他XXX也有啊 对哦 我随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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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排舞蹈 然后也没有去写那个 浪漫的词 我平静性吧 我平静性吧 哇 我好 我平静性吧 哦 万事俱备 只欠一句有力的助威 现实快乐 快乐快乐快乐 五朵金花的现实快乐 准备发射 不过 未经许多威